蝎子 然而,这一切在黑子的眼中也成了黑点,这也真是黑无可黑,优点也能当缺点说了,02,其实这样的操作一点也不意外,都是老规律了,肖战的好就是根源,肖战没有好事将临,消息灵通的他们都要跳脚大闹一场,而近期,肖战的好事实在是太多了,狠狠地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,一个是TOTS的全球,首发广告大片,被称是华人守卫, 再次彰显了肖战全球范围的影响力,戴霍利和戴飞中国市场的超能力,最重要的还是肥虾的博文中透露出的肖战新剧《玉古瑶》很快会开播,和将要禁足的消息,这对某些人来说是双重炸弹,如今的电视剧界,无论知名演员还是非知名演员,新剧播出能不能报都是未知数,而且不会报的几率是很大的,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,而肖战无疑是个例外,近两年的三部作品,都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,成为各类榜单绕不开的头部存在,这种暴剧能力实在稀有,对某些人来说也分外可怕, 4.有道是,与人比,不如人,与谁比,在谁后,人活在希望中会充满健康活力,而活在绝望中会让人疯狂,而越是绝望,会越没有底线,人世间的故事千差万别,就像影视剧没有一个故事完全相同,但极恨的人在每一个故事里,都把自己活得面目全非,下场悲惨,其实怨天怨地怨别人,斗天斗地斗别人,是最没用的,怨天天也会厌你, 再与人斗也成不了别人,还是做自己吧,对自己好点吧,05.最后,淡淡想说,偶然间看到了刘德华的线上演唱会,倾盼于他的唱功和状态,无处不透着敬业和自律,而这也正是肖战所具有的,不畏浮云之望也,肖战是不断突破自我的人,肖战不会是刘德华,但相信他会缔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。